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嘉辉是去打书 所以那天闻到你还说 我们现在的语言有一些字你不喜欢 比如说搞 大陆人说什么都说你搞什么搞什么 但是你看打也很粗暴 宣传出了书 大叔小妹出了书 但是你看都叫打书 现在都叫歌星叫打歌 你打什么呢 没有看你什么角度 我看到比较温柔的角度 好像打气 你要去一个比赛 你要去做个主持做什么 我给你打气加油 对不对 从这个角度打书不一定是打 我给你打气 我给读者打气 或者说读者来给我打气 对不对 当然他们是用钞票来给我打气 比如说表展去卖表叫打表 或者车展卖就要打车 或者航空展就打飞机 这个好这个好 航空展就要打飞机 航空展就要打飞机 怪不得 怪不得 这都是个打 但我想说我刚刚正好看到 就马家辉两本新书很漂亮 大叔小妹 他大叔的序言里面 他就提到他 因为家辉跟你 家辉跟我们有点 我觉得都有点像 就是我们样子都不太变 好像这么多年 是吗 对他很年轻的时候 你就差不多样子也没什么太大分子 然后他这边就说到他是几年前排队过关 怎么样站错队了 然后后面人以为他是插队 就喊他 喂阿叔 阿叔 然后他还要愣一愣 你在喊我 明明是阿叔还不敢认 没有 那要修正一下 那不是几年前 那是大概许几年前 许几年前 许几年前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有人叫我阿叔 我当然了 我当时才 错愕了 才好像还没到40 对我就吓了一跳 所以人家家辉在书里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 他说呀 我呀不是少年老成 我是少年老残 但是你看这个什么打呀 这个什么搞啊 我认为反映了我们现在的某种暴力性 我们现在出的这个新闻 你发现没有 往往都有暴力色彩 有一个现在都不爱让说了 说说了就影响这个什么 大陆人 内地人和香港人的关系了 就是这街头啊 这游客这发生 便利的事 对吧 好 还有咱就不说这个 今天可以讲解 这是最新的一个新闻 很暴力 福州 福州公安局的这个消息 在闽侯县 福州那个地方 闽侯县 一名男子叫林建新 驾驶小车 在大街上 狂撞就是撞人的 现在 截止到现在我们的数字 七死 十二伤 你可以看看 你可以看看 他撞成什么样了 这个车 一辆灵制车 说这辆车呀 还是他租来的 你再看下边 把摩托车都撞飞了 这头盔都撞裂了 所以你知道把人能撞成什么样 再看下边 死的是小孩子 这个小孩子 这个书包里的作业本 都给撞飞了 撞伞了 那你说 是什么原因了 这个 我看啊 现在概括讲 就是说怀疑 因为家庭纠纷 引发 报复的念头 一路撞了好几公里 都是撞电动车 但是有些报纸灯 就是说 开车撞人者 刚跟妻子离婚 说这个人叫林建新 说林建新的丈母娘说 林建新这个人脾气急躁 经常怀疑老婆有外遇 这种男人咱们很熟悉 然后查看老婆的手机 说昨天 这个也就是前天吧 还是 林建新曾经跑到岳母家 要求跟他老婆吃 离婚前最后一顿饭 那么 今天也就是昨天了 的离婚审理结束之后 林建新 把他妻子唐旧的一辆汽车烧毁 然后他自己撞人的这辆雷克萨斯呢 是他租来的 就据说 当时还有传说 说他车上绑着汽油 什么的 而且好像撞了这个人呢 还在车里这个 就抽烟 后来警察不还跟他谈判吗 他声称我有汽油 我要引爆 最后警察是一边跟他说话 另外一路警察绕到那边 拿那个消防锤和玻璃砸了 把他给制服了 那他当时本来 我不太明白 他是本来也就想着要 人车共亡那样子的嘛 他是想着要撞死自己 或者炸死自己嘛 就先卸完粪 因为最近几年 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卸粪事件 比如说厦门 记不记得 是在公交上面 点燃炸弹 也在福建 这些卸奋事件通常到最后 我们会发现 那个凶手 他是预备自己最后要死的 那这个是吗 那你如果这么说 我认为他理智算正常的 他如果说 就是因为这个不想活了 他才这么干 那倒是 找几个人陪照 对 这倒是合逻辑的 但是并没有这个报道 也有可能他不是疯了吗 很多群众就说 这个不是疯了吗 没有 我觉得活不活下来 都是有理智正常的 因为坦白讲 千古艰难 唯一死 他当时去干这种事的时候 可能就想着 我就不要活了 我撞死你们 你们一仓打死我也好 可是到时候 可能警察还没来 还没打死他 他坐在那边 冷静下来了 觉得好死不如歹活 两个都 所以情绪会改变 决定会改变 所以我觉得 因为听你刚说 他的什么丈母娘 说他什么脾气暴躁等等 我觉得暴躁谁都有 我们都看到 到处是暴躁的人 我也很暴躁 通常这种事情是说 牵线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说 你如何处理你的愤怒 这个叫Anger Management 愤怒管理 管理的愤怒 那个可以是从小学的 可以是整个社会来培养 可以有一些课程 可以去报名去学的 你需要我等一下电话给你 然后这是一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 这是事先 因为像你刚说 他旁边的人 也注意到他讲话 什么吃最后一顿饭 什么有汽油 消掉他老婆的汽车 等等 事先假如 不管他身边的人 有没有察觉 他有这种问题 有没有回应 我没有说事先看到你愤怒 我就去报警 不是 关心 开解 引导 所以往往是这两个部分 不仅因为我们看到 每个人都有情绪 对不对 不一定是每个人都跳楼 每个人杀人 所以事先 有没有那个support 有没有那个支撑的 支持的系统 另外的 就是那个 当事人 他怎么样 来管理他的情绪 我觉得要全面的看 才能比较理解 这个 当然这个案情 咱还不是完全清楚 但要仅仅根据报纸上的 这个报道来说 你知道我又想起什么 就是这种怀疑老婆有外遇 这个男人的这种东西 他会经常会 就怎么说 从一方面来说 我觉得因为这个男女恋爱 或者说这个婚姻 搞到这个寻死觅活 你要说是有理智 那我觉得这是最下作的一种行为 你知道吗 因为好好的 本来是男女的感情关系 弄不弄你死给你看 你知道你给别人带来什么 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 他的朋友 他当时就在旁边看 这个朋友到最后 就是在电话里 那边那个女的 可能是要分手 还是要离婚 就说那女的我要跳楼 然后他就听着 这个朋友就说 那你就跳吧 因为吵架 这个朋友就在电话里 听着这女的 他说从此之后 他这个哥们 一直扬尾到如今 就是这个 你明白吗 就是 怎么闹的 你给别人弄成什么 你本来一个男女的事情 弄出条人命来 这个本身是很下作 对吧 但是你从另一个角度上看 这特别容易惹起人的某种血液力的一种东西 这个东西还是让我想到就刚才嘉辉谈情绪管理 我发现我最近有很强烈的感觉 最近有两个月 就是我过去 比如说我每年有三分一时间在大陆到处跑 很多香港的朋友都觉得我叫做了解国情 在大陆接地气的人 可是我现在开始怀疑 我发现我其实不是那么了解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东西我不太明白 比如说最近的那些便利事件 跟这些事情多了 这种恶性伤人事件 多了之后 为什么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想问 街上如果有对人吵架 吵得很大声 喊得很厉害 我不晓得 一般大陆我们红包他们会觉得这是很羞耻的事吗 没有 我们都去看 不是 我说那对人本身会不会觉得这很丢脸 吵的人 不会 不会 对 这是我想的问题 就我 我为什么说 我开始觉得不能理解 就因为这种细节让我发现 原来我们果然有距离 就我会觉得 如果我在大街上跟一个人吵架 恐怕很难吵得起来 因为讲两句 我就开始看到人看 我会觉得丢脸 对 对 这会丢脸的 那所以因为以前中国人讲 我们感情 中国人特别讲 就情绪的制约 其实 中国人本来是特别擅长操控感情的一种人 那是圣人的标准好吗 不 就算不是圣人 一般也用礼来约制 对不对 一般人就发护情 指护礼 很多约制的 那么 现在呢 往往我发现 我们中国人不太约束感情 反倒是 记不记得很多年前 也是我们三个一块做节目 我们还谈过这事 就谈到是因为你说 你看美国电视剧 美国电影 对 你特别注意到他们有一点 就是父母吵架 或者子女跟父母吵架 就哪怕爸爸跟女儿吵架 吵得谁一方 要是先发脾气骂人了 后来他会说 I'm sorry 他会马上就觉得 不对 我不该发脾气 他盗窃 他要约束那个情绪 你记得这些事吗 对 就是好像那是他们的一种 就到这个程度 已经不体面了 这个话 不能再说下去了 对吧 咱们的电视剧 都哭爹喊娘了 对对对 特别放线情绪 咱们先去这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这还让我想起 今年大年三十 你记得吗 在云南发生一起大案 最后在山里逮着那个农民 那就是什么呢 他老婆跟村里几个男的睡过觉 这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他从缅甸买只冲锋枪回来 杀死不知道多少人 然后你听上就是 他呀 他老婆跟别人睡过觉吧 这中间经过过调节 比如说赔十万 赔十万 然后就是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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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节 他都不敢 不敢 到最后 你看就忍不下这个 就是到最后就要弄死你 我特别的 我不知道这个这个香港人 或者台湾人 我不懂啊 但是 我从小就很烦这种事 因为我从小就听说这种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在我周围老有这种事 就是你看小时候 你周围是个什么地方 就老有人老婆跟人睡 不是 你倒过来好不好 老有人 老有人去勾引 别人脑头嘛 那是 好了都别说 都不好事 都不是好事 真的 我小孩的时候就有这个记忆 那邻居就搭起来了 原来是怎么着了 一说就是啊 他老婆窝了个别的男人 在屋里睡 然后老公发现了 啊 咋回事 生振无语啊 那都是 就是 然后 你看 我小时候在十家庄 就是 毁容的 你说动不动 就是一个男的 追一个纺织女工 追不上嘛 就是被拒绝嘛 等公公汽车的时候 就都哗一下 我听得不止一起 我小时候竟听见这个事 而且就是 好像就是 哎 为了一个女的 俩男的 有时候一把一人一把菜刀 哗 就在大街上就砍啊 所以我小时候怎么 我老觉得男人这种 怎么有这么一种东西 就是说 占有嘛 父权的 但是对 你至于就是说 砍死对方吗 你已经有一个这事 没有 我没有幸灾落祸的想法 这是 因为刚听你说云南的事情 还有我们刚谈的事情 我还是不明白 你怀疑你老婆给你戴绿帽 那你杀了你老婆不就了了吗 那你杀了其他人 你老婆还会继续再给你戴绿帽 这个人就是很蠢 对 而且我奉向 奉劝天下的男人啊 有时候看开一点嘛 或者换个角度看嘛 像坦白讲 我也经常在想 为什么我老婆没给我戴绿帽 因为我老婆那么好 不可能没人追他嘛 所以 那我就觉得不太明白 那到底是我老婆 那肯定是因为你很棒了 对 那我最后的结论之一 可是也是可能而已嘛 那你换个角度想就好嘛 甚至于有时候不要太自大 你老婆没那么好 不一定那么容易给你戴绿帽 就算你老婆很想给你戴绿帽 没办法 人家不要 不要 人家不戴 所以你有时候方方面面的去想 没问题嘛 你说 就像这个 他叫林建新嘛 你说这种人啊 我觉得真是就是 这么人群当中的危险分子 就是说啊 他会自己啊 这个离婚啊 或者弄不清楚 就像嘉辉说的一样 但当然咱不是说啊 你杀谁也不应该杀 但是 你或就是 这些殃及无辜啊 你撞死大街上的人你 我想讲的 并不只是一个男人 发现老婆戴绿帽 才会干这样的事 我们过去几年听到这种 杀人泄愤的事 很多嘛 那么这种杀人泄愤 我觉得就两个前提 第一就是 他从小到大 他不太意识到他人的存在 比如说他在街上开这个车撞 他其实不太意识到 他人生命的存在 我因为我曾经为了这个问题 我很认真看了很多 我们小学的教科书 德语 很让我惊讶就是 我们常常强调 生命如何可以被牺牲 歌颂一些英雄 但是很少谈到 他人生命的存在 是怎么回事 那另外一个 就是我刚才说的 情绪的管理 因为有时候 我在香港坐飞机 我们都很容易见到 乘客的情绪失控 对不对 比如说有一趟在香港 也是被网友放上网 闹了很久 就是一个 也是一个大审吧 因为飞机开走了 我们还拨过 你记不记得 飞机开走了 然后他怎么办 他就躺在那个登机口 在地上滚动 然后大喊大叫 哭闹 那我就想 这应该 他本来应该会觉得丢脸的事 但他不觉得了 那这种情绪的失控 跟不能管理 其实在我们身边相当普遍 那也有一些学者就说过 今天中国潜在的精神病患 其实是相当多的 我觉得这是一点 但是另一点就是 我们应该也许今天我们大家该重新学学怎么去管理情绪 同时认识到你之外其他人的存在 可是容易吗 温道 这样我就要讲可能很冒犯的话 我去内地很多大学演讲也经常讲这个 我一讲这个那些学生就反正就感觉很暧昧 好 讲哪个 留个悬念 我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好 嘉惠来说 没有 我说有点冒犯 因为我经常说 我蛮想象 假如我去内地的城市生活超过三年或是五年 我还能够做个好人吗 所谓好人是说 我还能管 我们讲这什么地方 我还能管你自己情绪吗 当闻到说 我们不察觉别人的存在的时候 我们先问 我们从小没有被人家尊重 没有被人家察觉我的存在 我能够不愤怒吗 不可能 我一定很愤怒的 一定找比我弱的人 我可能 可能真的 我觉得对我加害的人 我不敢去碰他 可是一定对陌生人 对比我弱的人 我就发泄那个情绪 这是我的偏见 我觉得这倒不是说偏见不偏见 并不是说现在两个香港人要谈自己 又要跟大陆比较 而是把自己当成 我们是今天的中国人 在想我们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一直觉得这是个问题 就是他人存在的问题 因为我有时候感觉到 在刚刚嘉惠描述的日常生活里面 其他人 不要说这种 这是很极端 福州 这是我觉得很极端 暴力恐怖 有点精神病的例子 但日常生活 你就算在排队的过程 你有时会感觉到 我们很容易把他人的存在当成是一种障碍 而我能不能够达到我的目的 我能不能要到我的东西 就跟我能不能够排除障碍是相关的 他人是我达成目的的工具 对 就很奇怪 这个他人不是作为一个其他有自主尊严 有人格的生命的存在 比方说 为什么有时候 你在忍不住在一些接受服务的场合 比如说在餐馆吃饭 在酒店 我常看的人忍不住发脾气 骂服务员或什么 是他那一刹那 他觉得你要不就是工具 要不就是障碍 他到底是什么 那是不是一个人呢 你们讲的都就是揭示了背景 但是你从另一方面也得宽阔来说 这种属于我觉得属于犯罪里的一个类型 就是极端恶劣的这种分子 他美国校园枪击案 这个是全世界 这个人类有一个比例 我觉得很小的比例就是有这种人 他跟国家跟社会跟制度也没有什么关系 这也是一种事实 是吧 你是怎么能防得了呢 美国能防得了吗 防不了 他就是这种人 但是我在想 其实并不是真的没有办法去解决的 有时候一个社会自己是否提供别的东西来帮你梳理 比如说我举例讲枪击案好了 因为我最近去瑞士一趟 时间比较长 我就发现很有趣的事情 原来瑞士的人均的枪支拥有的比率高于美国 原来家家都有 因为他们是后备 全是后备军人 他们全民兵役 然后他的枪原来不是放在军营 你当后备军人对不对 现在后备军人是什么概念 好每年这个月我要回去报到了 回去训练 枪放家里的 而这个枪不是一般的手枪 是步枪 是冲锋枪军用的枪 那得闻名到什么程度 但我们从来没听过 怎么瑞士校园枪击案什么 他们就非常少这种事 那后来我发现 这是因为这个社会有别的东西 在制约这种武器 这种暴力的冲动 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熟人社 接下来为您播出 文明起事录 对彼此的互相的信任感 人跟人之间的信任感 谢谢大家